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可以判断出来 在感情里 男人要善于观察女人的心思 学会从她的举动中读懂她的意图 才能顺利和她产生感情 有些男人遇到喜欢的女人以后 没有这方面的意识 总是盲目去追求 自然难以打动她的芳心 这就需要男人在追求女人以前 做好一定的准备 学会从细节中捕捉女人爱的信号 这样才会拥有主动权 否则男人对女人的心思不了解 也读不懂她的暗示 不会观察她流露出来的细节 追求起来就会很困难 说到底 一个女人好不好聊 观察她的三个细节 一目了然 一 当你提出约会时 观察她的态度 一个女人能不能聊 约她一次 心里就有谱了 她若是喜欢你 渴望和你发着关系 自然不会拒绝你 就算她不主动 也会默许你的约会请求 这时只要你坚持约会 真心实意去邀请她 她肯定会同意跟你约会 相反 如果女人明确拒绝你 不肯跟你约会 说明她暂时不想跟你产生感情 或者觉得你 根本就不是她心里期待的对象 这时你做什么努力都没有意义 她不会接受你 更不会给你机会追求她 因此 当你向女人提出约会时 她的态度若是没有明确拒绝 而是给你默许 或者欣然同意 说明她渴望和你有进一步发展 如果她的态度很冷淡 直接拒绝你了 说明她没有看上你 你也就不必纠缠她 一般来说 女人对于男人的约会要求 如果没有拒绝 就是她喜欢你的征兆 就算她没有主动说出来 但她给你默许了 就是她给你机会的信号 男人一定要把握住 现在的女人都很聪明 心里也更加成熟 如果她对你有好感 自然不会错过你 当然她心里根本就不喜欢你 甚至讨厌你 也会用冷漠的态度来拒绝你 让你知难而退 男人跟女人交往 只需要观察她的态度 从细节中就可以判断出 她的真实意图 事实上 女人很清楚 约会意味着什么 当她决定接受你的约会时 她就做好了 跟你在一起的准备 只有你不辜负她 她就可以和你产生感情 心甘情愿 和你走入爱情 男人一定要善于观察女人的心思 从她的小细节中 了解她的真实想法 这样才有助于追求 更加顺利 二 和你见面时观察她的外表 如果女人喜欢你 她跟你见面时 一定会精心打扮自己 装扮得特别漂亮 她会在外表上 特别注重细节 不管是衣着还是化妆 都是经过精心撞点过的 往往给你眼前一亮的感觉 女人之所以如此注重打扮 无非就是她在乎你的看法 希望引起你的注意 获得你的青睐 这就是女人给你的信号 她心里喜欢你 渴望和你在一起 这样的女人一般很好聊 这样你抓住机会就行了 相反 如果女人跟你见面 并没有精心打扮 表现得很随意 并不在乎你的看法 说明她对你的感情很一般 没有跟你产生感情的想法 这时她只是和你维持 普通的朋友关系 不会给你机会追求她 面对这样的女人 你就不要苦苦纠缠了 同时杨小姐 在没有遇到男朋友之前 有很多男人追求她 但她都没有看上 一直没给对方机会 因此 她跟别人在一起时 从来都没有认真打扮过 总是素面朝天的 去跟别人见面 穿得也很普通 特别随意 后来她遇到了男朋友 立刻就改变了 突然之间就特别爱 打扮自己了 每次跟男朋友见面 她都要仔细化妆 还会试很多的衣服和裙子 一直到自己满意为止 在打扮上花费的时间 至少都有一两个小时 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 她对男朋友特别重视 也因此 每次男朋友见到她 都会看得目不转睛 对她也越来越疼爱 交往不到一个月 两个人就确定了 恋爱关系 成为了甜蜜的情侣 所以 一个女人 若是去见你的时候 特别注重自己的形象 打扮得特别漂亮 说明她心里 很喜欢你 愿意给你机会追求她 男人 遇到这样的女神 只要抓住机会 大胆追求和表白 就能轻松复获她的放心 三 和你分开时 观察她是否让你送她回家 一个女人 若是对你有好感 她就会给你机会 以便于和你有更多的时间相处 当她和你分开时 她可能心里会很不舍 还会有意给你暗示 让你送她回家 因此 当你提出送她回去 她会特别开心 欣然同意你送她一程 对你也会有更多的期待 男人要明白 一个女人肯让你送她回去 说明她心里 已经做好 准备和你产生感情了 她希望和你多相处一会儿 彼此有更深入的了解 哪怕你提出过分的要求 她也不会介意 这就是女人给你 最明显的暗示 这样你把握机会 大胆追求 她就会同意和你在一起 相反 如果女人不想跟你发展感情 她就不会给你这种机会 更不可能让你送她回家 说到底 男人要观察女人的细节 当她不介意你送她回去时 就是她喜欢你的信号 当你捕捉到这种信号以后 一定要及时回应她 言行举止上 可以更大胆一些 这样就能轻易赢得她的好感 当她喜欢你的时候 你若是没有行动 她反而会很失望 对你也会渐渐失去耐心 所以男人 遇到肯让你送她回家的女人时 千万要抓住机会 对她热情一点 真诚一点 很容易打开她的心扉 想要走进女人的内心深处 其实不难 只要你观察到她爱你的信号以后 就可以大胆出手了 当然 如果女人从来不让你送她回去 对你的态度也很冷淡 说明她心里对你并没有好感 这时你就不要浪费时间 总之 男人记住一点 一个女人若是愿意让你送她回家 这样的女人一定是好聊的 她心里喜欢你 你只要抓住机会追求就能成功 卡森麦卡勒斯说 爱情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共同的体验 感情是不能强求的 只有两情相怨 才能走得长远 关系才能稳固 男人想追求到喜欢的女人 一定要观察她的心思 在细节中了解她对你的态度 看两个人能不能产生感情 因此跟女人交往 男人要观察她的细节 以此判断她是否喜欢你 她到底好不好聊 也就一目了然了 最后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这个视频能给大家带来帮助 如果觉得对你有用 别忘了给小红点个赞 或分享给身边的人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